为了使韩式们感受到端午佳节的气氛 仁安基金会新北平安站6月1日举办了贺杰的活动 现场约有300位的韩式一同享用美味的餐点 另外基金会也发送了清洁沐浴用品 防蚊膏、蚊香等物资给参加的韩式们 端午佳节前夕仁安基金会新北平安站也办理贺杰活动 现场不仅提供易检以及职业连合外 另外今年也以疾病防治健康关环为主题 发放防蚊膏、蚊香清洁沐浴用品给参与韩式 今年在我们的夏日健康包里面 除了发送一些端午阴节的礼品之外 我们还加发了像蚊香、防蚊膏这些东西 那希望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守护他们的健康 那我们现在像在我们平安站当中 我们在平常的餐食还有一些日常的预防 因为有很多的营养师告诉我们说 其实像蚊虫它比较喜欢汗臭味 所以韩式为什么常常都会被蚊虫叮咬 所以我们也加强一些宣导 让我们韩式加强清洁他们的清洁沐浴的部分 当天活动餐点 仁安基金会还与餐厅业者配合 提供免费的意大利面、玉米浓汤与卷饼 来给韩式们享用 另外台湾环保协会也响应活动做爱心 捐证出一千颗粽子 在过去就常常去那个育幼院 一次就是五十份一百份 那今天听到这三百五十份 我很快乐的来提供这份 因为我从来都是做一百多份 没有做三百多份 其实我也很高兴 那我会碰到很多朋友 餐厅朋友还送了卷饼啊什么 都有一起来赞助 台湾环保协会今年第七年 捐一千颗粽子给我们仁安基金会 希望我们这些韩式以及单亲妈妈的家庭 能跟我们一样过一个快乐平安的端路佳节 传递温暖分享爱 圆安基金会呼吁社会大众 一同伸出援手来关怀弱势民众 记者沈仲代华三重采访不到